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需要两个大菲菇 6盎司的免制猪肉 一个洋葱 还有两到三片厚切的瑞士芝士 好 那我们呢 先把免制猪肉洗干净 用一茶匙的黄砂糖 一茶匙三蟹排鱼露 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要把这个肉馅呢 给它腌制一下 我们用筷子呀 给它搅拌均匀 这时候呢 我们再加入一茶匙的麻油 加入一点点胡椒粉 胡椒粉呢 是去腥 那麻油呢 是提香 然后啊 再加入三分之二茶匙的 樱素粉 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要沿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两到三分钟 直到这个免制猪肉起焦 我们家的樱素粉呢 是为了让这个肉馅到时候吃起来呢 更加的鲜嫩 更加的嫩滑 好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搅拌就好了 它就起焦了 我们看这个猪肉馅已经起焦了 然后呢 我们就搅拌 这样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Q弹 这时候我们再加入两汤匙的水 在这个猪肉里边 给它搅拌均匀 让这个水呢 能够充分的吸收 好 给它搅拌到光滑 我们就把它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里面 腌制两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大飞菇 大飞菇呢 我们不要用水啊 来冲洗 我们用剪刀呢 把这个菇地给它剪下去 边上白色的这个裙边呢 我们要用厨房纸 将这个大飞菇的边 给它擦干净 去掉 用厨房纸呢 轻轻地擦一下 它边那个白边也就擦掉了 我们不用水冲洗呢 是为了保持这个飞菇的鲜味 你轻轻擦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剪刀呢 剪出这个菇地 除去白色的这个裙边 用厨房纸擦干净以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抹上油的这个烤盘上 洋葱呢 我们给它切成二分之一寸的块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们这样给它打横 切到二分之一的位置时候就不要切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打竖切 切成二分之一寸的位置 也不要给它切断 铺平洋葱垂直 切成二分之一寸的这样的小钉块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手法哈 切成这样的钉就行了 洋葱放在盆里边 沾到一起的地方呢 我们用手把它打松散了 备用就好了 这个钩地呢 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个黑的地方给它去掉哈 然后呢 白色的裙边也去掉 洗干净 切成细粒就可以了 这时候呀 我们起锅烧油哈 一个平底锅呢 我们放入两茶匙的油就可以了 那油烧热以后呢 我们就加入洋葱 把这洋葱粒啊 给它炒一下 大概翻炒个两三分钟 我们让这个洋葱粒呢 能够变色哈 变成微微的这种黄色就可以了 我们看炒至微黄色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菇地粒给它加进去 这个菇地粒加进去以后呢 我们翻炒个一分钟 已经炒软了 我们就给它取出来备用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拿个平底锅 加入两茶匙的油 那在平底锅内呢 我们把油烧热 火呢 我们用中大火就可以了 油烧热以后啊 我们就把腌好的这个免制猪肉馅呢 给它铺平 放到这个锅里 稍微煎一下 我们看煎一下 它底部已经定型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猪肉馅给它打散 打散以后啊 我们再煎大概一分钟吧 你就看这个肉呢 就已经变色了 它如果变色了 我们就把它翻到另一面 好 给它翻过来以后呢 让它均匀的受热 这猪肉馅打散以后 我们煎了一分钟 然后它变色以后 翻到另一面呢 我们继续再煎上一分钟 我们炒了两分钟以后呢 再翻炒30秒 我们这时候呢 就加入一汤匙的料酒 加入料酒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转成大火 转成大火呢 炒大概30秒 这样呢 它料酒的这个香味啊 就释放出来了 而且大部分呢 也挥发出来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关掉火以后呢 我们就加入 刚才我们炒的 这个洋葱菇蒂粒 把它加进去 和这个肉馅一起呢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备用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这个肉馅呢 我们炒完了以后 稍微让它冷却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肉馅呢 放在这两个大菲菇上 肉馅铺到这个大菲菇上以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到两片的起司 就是这种瑞士的芝士啊 给它铺到上面 然后我们烤箱预热400度 把它放在中间 大概烤个20到22分钟 就烤好了 味道非常的鲜美 好了 烤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摆盘 配上点水果和蔬菜 就可以享用了 我们切一小块试吃一下 味道好极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色香味俱全 这个焼烤大菲菇呢 非常的鲜香甜入味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又简单易做 健康美味 好了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